各位参加课程讲座的同学 现在这一节大家会听到魏晋文铭的课程简介 应该看到我们有三位在这里 首先我就是今天的主持 我姓杨的我是魏晋文铭的导师 另外还有两位是我们行政同事 所以稍后有些行政安排的东西 可能帮忙回答同学 另一位是韦家琪同学 她是我们今年的同学 刚刚考完事不业 也是想用同学第一身的身份 有些东西就和同学分享一下 或者稍后有些解答想知道的东西 可以直接问同学本身 这应该是最好的 同学看到那个版面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个片段 那片段其实总结了课程中 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先播段片段和我看 手指向前 保持呼吸 上个星期放播 你考得如何? 不要提了 考几科应该进不了U的了 你当时考DSE 考得如何? 我都不好得你很多 我当时也很烦 最后我选择了 浙域大学的艾俊文铭 艾俊? 出来会不会没有单一? 那也不会 艾俊文铭有二十多个选修科 有冬有静 怎会单一呢? 是吗? 很有兴趣 不如你来听听吧 好啊 香港浙域大学 持续教育学院的艾俊文铭课程 是得到政府的认可 成功毕业之后 就可以拿到等同DSE五科二的资格 学院更加开办了二十三个 不同种类的选修课程 给同学可以拿到认可资格的同时 又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或者是专长来减少选修的科目 好像我这样 我就选了运动教练学 在课程里面 我了解到运动教练学业的基本运作 掌握到运动教练应有的基本知识 技能和价值观 其实业本的选择还有很多 你可以上学院的网站 看各科的介绍 那在这些学校 要不要去到很远的地方上学? 不用怕 在市中心 浸大艺浸文贫课程的主要上堂地点 会在学院的尖沙仔教学中心 和浸大九龙堂校园 教学中心和浸大校园内的设施 很多同学都可以享用到 包括三个体育场馆 资源图书馆 校园Wi-Fi 餐厅 保健中心等等 那么好? 何块实很贵 那这个又不用太担心 何块方面有很多援助 何止助为所有同学提供三成的 何块法还? 这个是不用经济审查 只要成绩合格 再加上不少于80%的出席率就可以了 至于有困难的同学 只要通过经济审查 就可以享有高达半页 或者全页的何块法还? 课程亦都设有柏立基 着试基金補造金 而学院更加会颁发奖学金 比成绩优异的学生 除了鼓励同学用工读书 亦都可以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 你先喝水吧 谢谢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不准业之后 再想通修一下自己 有什么途径? 当然有 整个课程是一年的全日制 不准业之后 除了做事之外 还可以透过学院的优先入学计划 陷阱在HiTip 或者是副学士的 我现在正在读HiTip 我打算再报道学士的课程 拿起我的DegreeTip 哇 那很好啊 如果我的学院好像你这样就好了 当然可以 不如我们现在就上网去看看这些资料 好啊 你好了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片段 其实片段中的两位都是我们的同学 另外两位同学呢 之后都继续升学的 那我们学院里面的高级文凡的课程呢 就是在里面去读的 好了 那我们先看回那个课程 刚才我们看完影片分享之后 我们看到来到这一页了 那其实这种文凡课程 在整个升学或者架构其实是怎么样呢 那你见到了最低那一项呢 其实是一些的入学资格来的 那当然我们就要看回了 那考完DFC之后 有不同的成绩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课程的 那你见到继续文凡呢 就是一年的全日制课程来的 就专备一些的中六年校生啦 就去就读的 那读完之后呢 你见到的了 那上到去的高级文凡 和副学士学位课程的 在片段里面 我也都提到的 在我们这里读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叫 优先入学的那个计划 那我们也会详细讲解的 那完了这两年之后呢 同学按住自己的兴趣 成绩等等各样呢 那就可以再升上去不同的一些学位的 那看了这个表之后呢 我们就看看了 究竟那个课程对象 或者那个详细的资料啦 其实最主要的是 其实是政府开办的一个课程的 所以可能同学在其他的地区 或者院校呢 都听到他们有开到偽绽文凡课程 那由于就是 由不同的院校开办 当然不同院校开办的时候 会有一个特色 但是一些基本要求呢 其实是一样的 譬如如果在我们浸会里面呢 我们就是全日制的那个课程来的 就是一年的全日制 那照对象就是中六年校生 或者年满21岁的人士呢 都可以报读的 那读完出来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香港文凡市五科二的程度 而这五科二呢 是包括中英文这两科的 那除了那个的成绩 是等于DSC五条二之外 那也都刚才说过了 有一个优先入学的计划 那就报读我们的一些高科文凡课程 例如管理学啊 商业设计高科文凡课程 和各地学校园的副学士的 那也都同学刚才听到 就说有23个选修群组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那一会他都会详细解释啊 那上学上 上学的地点呢 就在我们的尖沙坠 和九龙堂的校园的 那也都那个校园设施 其他的等等各样的 那刚才在片段里面都见到 很多的体育设施 或者一些的大学的设施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那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学校活动可以参加 那一会我们都会详细讲解的 那至于整个课程结构是怎样呢 课程结构是说来到的时候 同学究竟是要读些什么 那你见到这个5加1 其实就是什么呢 入到来的时候 你有5科是必须要读的科目 所以你看到 5科的必修科目 包括就是中英数 通识和人制传义技巧 这5科就一定要读的了 至于加1 这个1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同学所说的一些选修群组 而每一个选修群组里面 有3科的指定的科目 你是要读的 那所以呢 写就5加1了 但其实总共科目数量 你是要读8科的 至于选修群组有些什么呢 刚才说了我们有23个不同的选修群组 可以给大家去选择的 譬如你见到 运动教练里面好像只有1科 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一科 一会跟同学分享的同学 其实他也是读运动教练学的 除此之外呢 也都看到了 也有不同的 譬如有些关于创意的 譬如有传媒 有媒电影创作 或者表演故事创作等等 或者很多不同设计的一些课程 由于5-2也是符合政府的工作很多的入职要求 譬如纪录部队 你也有几个给同学去选择 也都是 或者如果不是 关于读一些可能社会的科目的时候 譬如说健康 健康护理 社会服务 或者应用心理学 同学看到这里的时候 为何有两科零零射射学科名 用了英文 打了一粒星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科 如果同学读的时候 他的教材和平衡都是用英文的 由于因为心理学 或者酒店学的时候 如果同学再读上去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以英语和英文为主 所以就先给同学打好底 当然也很大类的就是 下面最后一类就是不同的商业运作 包括核心服务 市场营销 我们讲一些的项目策划 或者推广 或者商业管理等等各样 都我们有不同类型 总共有23个不同的选择 的组合给大家去选择 那这一版同学会见到 其实除了要读什么之外 也都见到就是有很多的设施 譬如我们的资源图书馆 试验室 电脑试室 工作室 尤其是读设计的同学 你见到不同的设施 看到这个就是卫行游泳池 或者健身中心等等不同的 也都学校的医疗和牙科服务 或者其他不同的一些 咨询或者心理辅导的服务 都可以用到的 那你见到校园的设施 其实大部分我们都可以使用到的 好了 也都刚才在这个片段有同学说过 也都可能有同学担心一些经济的问题 那首先第一样 你读得好的 那当然就是有过的奖学金 那有不同类型的奖学金 之前其实也都见到 片段里面有些同学获奖的一些相片 我们会见到 那也都有一些公开的 譬如就是每年都会有的 那拍合机着视讯托基金委员会里面 就有一些补助金给一些成绩表现优异的同学 那每个同学其实可以拿到两万八元的 那除了这些奖学金之外 还有一些学费资助计划 这个也是课程里面其中很大的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基本上呢 只要你符合那个的毕业要求 就是说你成绩上每科50分合格 那之后呢 出席率是8成80%的话呢 所有同学不需要特别申请 都可以拿到三成的那个学费法环 至于半额全额的学费法环是什么呢? 那这个就需要做一个经济审查 比如刚才同学都说到 有一个所谓经济审查 就是如果同学在中学阶段里面 有那个车船津贴、书保津贴等等 学费等等各样东西 如果当时是申请到半额或者存额的话 基本上来到这里都可以继续去申请 那那个评审的资格是要求相近的 那除此之外也是可以什么呢? 因为已经过了中学阶段了 所以会有其他一些的资助计划 比如就是免入息贷款的计划 那也是以往的学生车船津贴 上网费津贴计划 或者学习开支的定额津贴 都可以照应申请的 那变了资助的那个范畴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多 那升学途径有很多的 那当然了 进来我们浸大读文棚的话 升学的时候很多时 同学都是选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升 尤其是不同的高文棚 或者副学士的课程 那然后就业的话 也是由于《五条二》的时候 是符合很多行业或者工作工种的基本要求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 由于我们选修里面是和职业相关的一些科目 有很多同学也是直接不职业之后就是投身社会的 下面看到这些相关行业其实都由同学去做到的 那不要只是我说了,看看数字了 那你见到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的升学和就业调查的一个问卷 就是问回我们以往不职业的同学 究竟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那你见到了我们的毕业同学大约68%就是升学的 而大约21%就是就业的 而升学的同学基本上大部分,绝大部分98% 都是读高级文凡或者副学士的那个课程 至于就业的同学又怎样呢? 那你见到这一版的了,你见到每月平均薪酬的了 那同学毕业出来大约找到多少钱的呢? 那你见到的72%紫色最大格这一格是找到15000元 那你见到其实那个比例或者那个情况都不差的 那然后呢,现职公司已经在做哪一类的工作呢? 会不会就是政府承认里面政府最大一个呢? 反而见到不是,是私人机构是最多的,占了56% 亦都可以见到就是社会人士其实对 毕竟文凡同学的那个 读完出来之后所拥有的能力其实是有一个的认可 亦都很多公司愿意聘请的 那你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那然后呢,见到有些的校友分享 其实呢,见到这些同学呢 都在我们毕竟文凡里面 读完之后呢,亦都成功毕业的 那大部分同学呢 都是在我们那里继续升学的了 那这里你见到就是同学的文字的一些描述啦 都是讲到就是说 他进来读的时候对他的那个人生啦 或者他的学习阶段里面呢 其实给到他一些的帮助的 那不要看字啦 因为呢,我们有真人在那里了 那我们有位同学在那里呢 就去我们刚刚今年的那个文章学生来的 那不如就请他分享一下 其实在这一年里面那个课程里面 对他的帮助或者他的感受是怎样啦 各位同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学生 艺进学生 我叫韦珈琪 那我是修读这个运动教练学的 那我讲一讲今年在艺进的上学的情况先啦 那其实上学期呢 那我都是上这个实体课的 我主要是上尖沙咀 那每星期都有一天呢 会回到这个九龙堂的校园上体育堂的 那另外之后因为考完试啦 有中期试考完试之后呢 因为就第五波疫情啦 那其实头两星期呢 学校都是会好好安排 如果就担心啊 就可以继续上这个网课啦 上zoom啦 那如果 都不是的 你觉得上实体课是会觉得好一点的 那都可以回到学校上课的 那我就当然选择上实体课啦 因为就是很老实一样东西 那你有老师在你面前 你有任何又立刻有问题 你都可以 很快地这样就可以问到老师 那些问题呀各样 那到过了第五波真是爆发的时候啦 那我们就开始学校就暂停啦 那就一直都是上zoom的 那上zoom 其实问题都不大的 因为老师都是 在即时即场地授课啦 那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是即时可以问到老师 那所以 若然明天有什么 应该都我猜的 应该都不会有 再会停货 那就算就是我觉得 大家同学都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老师的支援呢 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那另外都有一些课外活动啦 那我记得上学期 我们是有水运会和陆运会的 那可惜水运会我是有参加的 那但是那天因为天雨的关系啦 那就取消了 那这个陆运会呢 都是有的 那我因为一个人理由 参加不了啦 我都觉得有点可惜的 那其他又有很多 比如义工啊那些 我都有很多都有参与啦 那所以你说 是不是只是来读书啊 都不是的 那学校会 会 魏俊那方面呢 就会安排有很多不同的 形式的课活动啦 可以给大家去参与啦 那跟着我想分享呢 那应该大家都 非常非常非常之会想 咦会不会很难毕业呢 那我觉得大家都是会很 专注想知道一件事 其实 毕业呢就不难 大家记得记得 要准时上学 那因为我们出席力啦 一定要80%以上啦 那才可以毕业啦 就算你成绩多好都好 那但是我都有一些同学呢 都是临下都是 很多时候都 哎呀好像差一两堂喔 这样 其实不要想着一两堂 走着走着就习惯了走堂 就千万不要啦 这件事 记得要准时上学 那因为每一堂呢 老师教的东西呢 都是重点 那这里的老师呢 讲的任何东西呢 都是会帮到你将会考试呢 那你的答卷的 那所以呢 你想一下 如果你除了走堂 你又听不清楚 老师讲什么之外呢 那就会影响很大 那可以分享回 其实 除了考试可能有人担心 啊中文英文很多 可能现界的DSE的同学啦 那可能就是有一科两科 因为有点失手 所以升不到上大学 那所以来到这里呢 其实我觉得DSE的学生 其实就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读的东西呢 都是读回你们 在中学时期里面学的东西的 那其实老师教大家呢 只是温故之身 那所以呢 绝大都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那它就像我这样啦 其实我做了几年东西的 那我再重回校园啦 那我深信都可能有些 学生有些同学就是 都是想考考五个二啊 想拿一张全书去日后找工好一点啊 那我都是这样的做法 那都不难的 所以我们来回来读回书 那其实因为老师的教学啊 各样方面啊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是接受到的 所以这一方面呢 所以都不需要担心 那另外有一样东西呢 除了考试以外呢 其实有很多功课啊 或者有一些报告啊 做呢 这些全部都是计分制的 那所以好像 好像我和有几个同学啦 我们一组 因为有很多组的功课可以做 那我们其实到下学期考试之前呢 就因为我们很努力做功课呢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课呢 都已经是考试前已经是合格了 那所以这一方面呢 大家就不需要担心 那如果有其他问题 那待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啊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先 不妨礙大家 谢谢 好 谢谢维嘉琪同学啊 那一个亲身的一个分享啊 那其实他也说了一些 都是真的来到读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的啦 尤其是出席率啦 还有因为其实 我们整个那个的 评分的或者评核的那个制度呢 就不是一事定生死的 就是呢 在平日连续不停的不同的一些功课啊 集作啊 汇报啊等等各样东西呢 全部都计分的 所以为什么刚才同学会 说有个情况就是 咦为什么他未考试之前 就已经计分了呢 因为很多的科目其实可能有 60%或者70% 其实都是靠平日做的东西来的 那么同学表现好的 那就已经过了 够合格的那个分数了 所以就会有什么情况 那这里谢谢同学分享啊 那刚才同学的分享里面呢 其实也都讲过的 那我们当然不静止上课的 那还有很多不同的活动给同学 那开始的时候也都讲过了 那些企业的那个课程其实是由政府开办 那又不同其他的院校去运作的时候呢 所以呢 见到有很多不同的 总共有七间不同的院校一起举办的 那所以呢 有些联校活动呢 大家就一起会去参加的 那看到营幕那里呢 那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运动同学日啊 迎生啊 或者一些公开的比赛 那我们其实都会以 艺术名义去组都去参加 那这里我们也有同学去参与的 那当然除了这些的联校活动之外 我们本身的效力都安排了很多的 那譬如你见到左上角那里啦 就是譬如有同学读表演过故事创作的 那也都找到行业内里面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啦 会来到我们的院校跟同学去分享的 那也都见到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证书啊 工作方课程的 那也都是帮助同学呢 除了兴趣以外呢 在实际未来的工作上面呢 希望先拿一些的实际经验的 那还有很多不同的 有些探访的活动啦 有些的体系统活动啦 有些比较好动的同学 有些的运动比赛就对了啦 那也都有一些的 正态一点的 譬如有一些的拍摄活动啦 因为我们有微电影的一个课程啦 也都有一个电子媒体的课程的 那所以同学可以呢 在这里除了 就是玩以外啦 其实都是某程度上在回应着 课程里面的一些学习内容来的 那 那看到啦这里有过的网址 那同学如果想申请或者浏览 我们的课程的资料的时候呢 那再详尽一点的话呢 网址都会有的 那或者直接啦 更直接的就是打电话 3414391 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同事会去问的啦 OK 好了 来到这个环节呢 那时间也都差不多啦 那就来到那个问答的环节啦 那看看同学就说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 那个内容或者的课程的 刚才不同的 无论活动也好啦 附程那里等等各样的东西呢 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就问一下 好 那我们呢 刚才见到 刚才第一个 我见到两个问题的 先来第一个 就是 BU 升高低和AD的机会 高不高 基本上呢 同学报读了 进来注册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同学来的啦 那是我们同学的话呢 在BU 里面升高低和AD的时候呢 刚才其实讲过的 就有个叫优先入学计划 那那个优先入学计划的话呢 就是只要同学 就是符合他一些的要求 我想同学可能DSC都知道的 有些叫conditional offer 就是有条件取录的 符合了那个要求呢 基本上就会收的啦 而近这几年我所知的话呢 其实同学都是要求就是那个能够 全部科目合格了 符合业的话呢 其实就已经可以得到那个有条件取录的啦 那所以基本上呢 升读的机会呢 其实符合那个资格的话呢 都非常之高的啦 好那跟着后面有同学就问到了 由内地来香港的 没有三个星报不报到 或者有没有年龄限制 先讲的年龄限制的话呢 那我们讲的一定就是要 就是中六年考生啦 或者说你读了六年的中学的 那另外年龄限制的话呢 如果不用这个的学历的话呢 就是21岁或以上的人士呢 就可以用整个学生的身份 亦都可以报读的 那至于那个身份证问题 里面同事可不可以帮忙回应一下 没开麦 其实这样的 如果是 如果是内地来的学生的话呢 其实你有身份证的话呢 其实你都可以报的 那还有应该呢 你如果是大陆来的 应该会有一些 行街址这样的文件的 那到时你报名来注册的时候呢 提供了那个行街址呢 那就OK的了 那至于年龄限制那里呢 其实我们就没有特别有些什么年龄限制的 那如果你是超过21岁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甚至乎是 你不用提供学历证明文件都可以的 那但是如果你小过21岁的话呢 那就提供学历证明文件了 要是中六年校生才可以的 那如果在内地读的 是不是要读到六年高中 就是年高中到六年中学才可以的 总共是读到12年了 计算是小学的话 OKOK 好那接着我看到同学都有问 我担心英文的程度追不到 有没有支援 那当然了 那个的英文的程度 那也都见到 就是毕业出来的时候 是等同那五科语里面包含英文的 那所以都有一定的要求的 那除了课堂上面 老师会 真的都 很尽力的了 去帮大家的了 那另外我们也都 譬如在 每次一些重要的考试呀 前后的 之前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的 补习班给到同学的 那同学如果考试以前 希望再想加强自己那个的 考试技巧呀 或者再准备多一些的时候呢 那也都欢迎和他参加这些 支援的一些补习班的 对了 大约就是这样 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同学的问题先 我都分享一下英文程度 追不到这位 谭小姐说的 因为我自己 亲身可以感受到 因为呢 那我英文呢 都是 为什么我会读艺俊呢 就是英文就是 当时我会考的时候 就是不合格 那所以呢 我就来读艺俊 最主要其实就是考英文 那开头我读的时候 我都很担心 那但是呢 上读呢 那老师其实是由一些 比较简单的开始 来和我们 warm up 翻 那接着读上去呢 虽然那些东西是开始越越难 那但是呢 那当你很留心听书啦 跟回老师提醒 我们要跟进要做的东西啦 那其实我这方面就不需要太担心 那和刚才 阿仰sir也有讲过啦 我们考试之前呢 是有这个补习班 这个补习班真的相当相当之帮到大家 因为我都是靠这两个补习班呢 那我出来的成绩都 可以说是相当之不错的 那因为那些老师都教得很好 这个是我分享 麻烦谢 有用家的自己亲身发言 这个是最好的 OK 好 那见到有同学问的 是不是一定合格 才能得到资助 这个是的 那基本上你要得到那个三成五成 或者存额的那个学费资助的话呢 那你一定是要不倒业 就是符合那个要求 那就是要那个科目合格 那和出结率九八成的 那但是这个呢 就不是全部一次过的 那是逐科计的 那刚才说啦 我们有五个主修科目一定要读的 另外选修我们还有三科要读的 那是逐科来计去拿的 那就是每一波都要合格 还有是达到出结率九八成 这个才能得到资助的 好希望可以解答到同学啊 好等等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先 好看来呢 同学问是不是一定要用电脑做功课 那这里有两个情况的 那因为其实 讲着现在呢 基本上我们那个笔记啦 和很多放功课的模式呢 都会用学校一个的电脑系统叫Moodle的 那放笔记呀放功课等等各样的都是交上去的 那所以呢同学交的时候呢 都是要用那个系统去交的 那当然啦 是不是一定要用电脑的 那基本上那个书面的一些文件 除了课堂上里面职场可能老师给你做的一些意外呢 其他一些的项目啦等等那些呢 都需要用电脑的 譬如你要提出汇报的时候啦 那你需要用到达文件啦 那做书面报告的时候 你需要用到达文件啦 那然后就整理好所有资料 一份完整的报告的 那所以 是要用到电脑的 那但是不是所有 有些课堂上面 一些比较简单的 那老师会会职场派就职场做的 趁大家等问问题就可以分享多一点啦 那除了可能就是这位同学担心英文 可能有些同学 我中文一样的 数学一样的 或者其他科学一样的 其实我们全部科呢 都是有支援 那考试之前呢 其实大部分科呢 是都有这个补习班 那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 那大家参加呢 补习班其实都帮到大家很多 这个都是有一些小分享 那来到今天呢 时间都差不多的啦 那见到同学没有再进一步的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都今天讲座也都到这里为止啦 那也都是 那如果同学还有问题的话呢 那就给回这版同学看呀 那记得可以进去我们 呃 院校的那个网址啦 那和我们的热线电话 那可以之后呢 再有任何查询的时候呢 都欢迎同学来的 OK好 那今天到这里为止啦 谢谢各位同学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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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